是我冒昧,问大家一个问题,软件硬化工程师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为什么那么多男性对他们恋恋不忘?难道他们真的会下股吗? 注意看眼前的这个女人,她拿着5000块钱来警局交罚款,来赎回,昨夜找软件硬化工程师被抓的老公,男人心虚了吗?悔改了吗?并没有。 她觉得理所应当,不出意外的,两年后,她又因此是再次被抓,前科在前,这次她被罚了两万,那么问题来了,女人的心就这么大吗? 并不是,女人是有心无力,是力所不及,只要她敢反抗,等待她的,将是男人的祖传棍法。 男人姓秦,单名一个寿,1990年,经人介绍,她认识了邻村的小方,相亲是婚姻有两个特性, 第一,快,第二,疼,快是快在结婚快,疼是疼在被家暴后疼,两人结婚第二天,小方还如往常一样,去镇上找胡德陆,弄了个实兴的发型,因为半路抱胎,等她回到家,时间已经来到了深夜,秦瘦的脸黑得像个小猪蛋一样。 秦瘦是越说越带劲,小方受不了了,他准备骑车回娘家,秦瘦见状,一把将其拖回了屋内,祖传棍法第一式,披头盖脸。 两年后,1992年,秦瘦在村头开了一个废品回收站,小方也为其生了一个女儿,按道理说,夫妻俩的磨合期已经过了,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不然,从小方闪躲的眼神里,你就知道, 这两年他肯定是没少挨打,每每他看到秦瘦喝酒,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一天,酒后的秦瘦骑着三轮车准备去收废品,在路上,他左晃右摆,故意拦着后方的三轮车,三轮车司机气不过,一脚油门冲到了秦瘦车前,将其挤到了田里,两人当即开始扭打,三轮车司机被打得够呛, 次日,三轮车司机来了,带着三个手持棍棒的男人来了,秦瘦被打得够呛,该说不说,秦瘦是真的很,被打得浑身是血,他非但不说一句讨饶的话,还让几个人打死他,不然他就要报复,半个月后,秦瘦大病出狱,他迫不及待地,手持钢管,徘徊在和三轮车司机相遇的地方,他是有心和三轮车司机决一死战,但是无奈三轮车司机见他就跑,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又是一个两年后,1994年,这一天小芳外生女的孩子过十五,要办喜宴,小芳一大早便领着孩子去帮忙,等到了饭点,七大姑八大姨催促小芳喊秦瘦过来吃饭,小芳本不愿,他太清楚秦瘦的人品了,但七大姑八大姨执意,祸于无奈,小芳回了家,映如他眼帘的,是地上已经被摔过不知道多少次的水壶, 秦瘦怒摔皮酒瓶,这是信号,按照惯例,这回小芳就要挨揍了,小芳哀求道,今天我外甥女家拜喜事,有什么事情回来再说,这句话的前台词是,今天我娘家来人,得点面子,回家再打我,秦瘦一言不发,饭桌上,不出意外的,秦瘦要开始耍酒疯了,外甥知道秦瘦的为人,他好言相劝, 让秦瘦少喝点,但你听听秦瘦是咋说的,你们家没酒是吧,上我那拿去,这叫什么话,一还是我跟厌房的没人呢,我怎么敢不让姨父喝酒呢,那不就结了,我想你也没那么想起,来,喝酒,来来来来来, 一转眼,天黑了,回到家,提心吊胆的小芳,给半梦半醒的秦瘦端来了一杯可乐,秦瘦非但不领情,反而将可乐泼到了小芳的脸上,小芳一言不发,只是瞪了他一眼,这一下好了,秦瘦来劲了,他从背后,一把将小芳怒摔到沙发上,祖传棍法第二是,欲消剑法,十几分钟后,秦瘦打累了,小芳再也受不了了,他对秦瘦提出离婚的想法,如愿了吗? 没有,害怕是真的 就这样,小芳又浑浑噩噩的,和秦瘦过了两年,时间来到了1996年,这一天,正在家里熟睡的小芳,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打开门,是村长领着两个警察叔叔来了,严谨一概,秦瘦找软件硬化工程师被抓了,明天早上带着五千块钱来警局署, 我就不明白,你手上这么好个媳妇,你瞎闹的什么呀你,这次看你媳妇面上饶了你,下次在我碰上绝不留情 小芳笑了,是苦笑,回到家,秦瘦没有丝毫的悔过,他还如往常一样让小芳给他去做饭,小芳忍无可忍,他骂了一句不要脸,啤酒一摔,活力全盖,祖传棍法第三世,兰花扶学手 次日,小芳准备去找婆婆主持公道,正在此时,外甥从屋外跑了回来,秦瘦出车祸来,摔断了一条腿 小芳愁眉紧锁,倒不是因为秦瘦受伤,是他担心家中的回收站 一旁的外甥女见状,让小芳不要担心,他说,他的表弟刚刚初中毕业,考了驾照,在家待业,可以去帮忙 几天后,一个帅小伙来到了回收站,他就是外甥女说的表弟,小鹿,小鹿年轻,小鹿力壮 他的出现,让小芳的脸上渐渐的,有了一丝笑容,两人配合墨迹,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一年后,回收站的生意,相较之前更红火了 最主要的是,秦瘦因为腿伤没有再干预小芳的生活 你看咱嫂子,该骨的地方都骨骨的,该瘦的地方,绝不多长一两肉 你小子就不是演才了,干嘛,你跟李律生商量商量 跟他老婆身上花块钱给你,白送给他两次货 行啊,你给他放什么狗屁,妈把人推走,不收啊 小鹿听得真切,他欲和两人拼命 在他的心中,他的方姐就是神圣不可侵犯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他看到有人骚扰他的方姐 他就是怒从心中起,他还不知道 其实这是喜欢,他是在吃醋,小芳拦住了他 他是又惊又喜,他惊在小鹿方才的举动 喜在终于有人关心他了 人和人就怕比较,小鹿是好的无话可说 另一边的禽兽是无可救药,他又被抓进去了 和上次一样,找软件硬化工程师 由于前科在前,这次的罚款金额是两万 小芳忍无可忍,这一次他态度坚决,必须要离婚 但是禽兽依旧,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你拿这个,使出你吃奶的劲,忘了脑袋给我砸 咱们这事就算扯平了 你要是把我砸死了,我绝对不让你偿命 你要是砸不死,咱们这日子还得过 见小芳执意,禽兽让步 他说可以让小芳掌管家中财政大权 小芳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收拾被子 他要去旁屋睡,这一下好了 禽兽本就强压的怒火爆发了 第二天,小芳投过纱布为小鹿准备了一桌饭菜 他要找人倾诉,小鹿一言不发 只是默默地听着,动情之处 小鹿一把抢过小芳手中的白酒 得自己猛灌了几口 小芳从下午一直说到了傍晚 他的泪是哭干了又流,流干了又哭 小鹿还是一言不发 只是默默地握紧了小芳的手 磨豆浆了骨颈 另一边,无所事事的秦兽这一天 正在和几个狐朋狗友吃饭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这几个狐朋狗友就打起了小芳的段 秦兽憋着一肚子气 吃完饭,他静止来到了回收站 他将小芳拖进了房内 惨叫声传到了屋外 传到了小鹿的耳朵里 小鹿遇上前和秦兽拼命 但真当他见到秦兽的脸 他被吓得呆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几天后 秦兽对小芳下达了通牒 回收站关了 把小鹿辞退了 回家带娃 小芳没有拒绝 也没有反对 来到回收站 他将此事转达给了小鹿 小鹿使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别生 小芳默认了 隔天 他为秦兽准备了一大桌饭菜 像是送行饭 随后 他领着女儿前往了市里 小鹿手提装有哑铃的胯包 来到了秦兽家屋外 他刚准备敲门 就遇到了出门的秦兽 真要杀人 小鹿害怕了 他再一次打了退堂鼓 回到回收站 他发了风般的抽打沙包 宣泄心中的怒火 他恨自己的软弱 恨自己的无能 几个小时后 迟迟等不到消息的小芳 给小鹿发来了传呼 内容 什么时候能回家 一瞬间 小鹿的眼神变得坚毅 他一路小跑 回到了回收站 恰逢酒后的秦兽 正在朝屋外扔他的行李 软弱的劲头是愤怒 小鹿拿出哑铃 他卯足了力气 给秦兽来了一招 掀起你的头盖骨 一瞬间 血花似箭 事后 他给小芳发去了传呼 内容 你可以回家了 不 你们没有家了 监狱里 记者问小鹿 你觉得小芳爱你吗 小鹿坚定地点点头 随后 记者又问小芳同样的问题 小芳摇摇头 他说他只想带着女儿 过几天平静的日子 老师 小芳 小芳 小芳